而很多人在跨年的时候都会传简讯来拜年 这个时候也是电信业者很大的挑战 去年光是拜年的简讯 三家业者总计就发了超过三千万则 今年算是智慧型手机当道 简讯量可能不会再成长 但三家业者还是增派行动基地台 到各个跨年活动的景点来备展 太阳还没下山就开始打简讯 跨年活动现场除了看表演 人手一机忙不停的事就是发简讯 一定要提早发 提早多久 应该很多人会六七点的时候开始发发 因为十二点一定传不出去 刚才要发几封 大概五十封左右吧 不过几十万人同时挤到活动现场 通讯就是个大考验 不少民众都有塞机的经验 往年就是因为简讯啊 没讯号传不到 然后感觉也没有什么诚意 所以就干脆打电话比较好 根据往年简讯最塞的时段 就是晚间十二点整到十二点十五分 通讯大塞车 去年全台跨年就发了三千多万封简讯 今年虽然智慧型手机当道 通讯管道变多了 电信业者还是不敢轻忽 早早就架好行动基地台备战 中华电信表示 今年跨年的设备提升 通讯处理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在各个跨年活动景点也增加了WiFi 无线上网的服务 全面备战就是希望民众在迎接民国 101年的那一刻都能顺利传达祝福 记者林中午徐启峰台北报道